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、Twitch、BB0和Discord 好 今天在天氣節 幼城在臨的微信官方有公告了 這次的新伊林 白素貞的天賦絕學 那他只要參與現實的活動 就可以獲得這個白素貞 就有點像是逆踩成那一次 是免費送的齁 如果是免費送的話 那這隻真的是蠻不錯的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吧 白素貞 獅子咒絲 屬性為雷 那其實蠻多人有說 就是水淹的那個橋段 那為什麼白素貞不是水屬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這邊就是這個A屬的 好 天賦的部分 和雨如潤 那戰鬥開始 可以獲得一至三層的法力BUFF 每次使用傷害絕學的時候 暴擊率提高8-15% 消耗兩層法力 本回合如果沒有使用 傷害絕學的話呢 則行動結束的時候獲得一層法力 OK 那 行動結束的時候如果自身 期待兩層以上的法力BUFF 可以獲得失咒和神算 這是新的東西 那法力是法攻加4% 那三層級以上的時候移動1加1 那最高是到5層的樣子 5層 那獅座的BUFF呢 是其他友方在自身兩個範圍內 主動進入戰鬥的時候呢 在對戰之前 為其施加神類 那和預謀的狀態 持續一個回合 那每回合只可以觸發一次 好 神算呢 是其他友方在自身兩個範圍內 使用非傷害絕學 怎麼搞的跟那個爭議有點像 那絕學的釋放前呢 對其所選的目標兩個範圍內的 所有友方區域上一個 BUFF 反正它就是你的法力增加 法力BUFF越多 就是法攻越高 那法...法力...法力如果是... 那基本上你只要法力是兩層以上 兩層啊 會兩層以上 就可以獲得失咒跟神算 也就是說失咒... 跟這個神算 就是你使用非傷害絕學 或者是主動進入戰鬥的話 都會獲得這個BUFF 就是幫助隊友 有良好的這個... 攻擊能力啊 好 再來是這個五雷法 五雷法是單體招 造成1.5倍的傷害 暴擊率可以提高到30% 那對戰之後 施加三妹真火 然後持續兩個回合 那自身如果每擁有兩層法力的狀態 三妹真火的效果延長一回合 這個BUFF已經是新的 這個BUFF是法方-15% 好 這對戰之後才會施加 然後行動結束的時候呢 會遭受一次的法術傷害 是施加者的法功能50% 嗯...我覺得這招還不錯 嗯...還不錯 但是...持續連場一回合 很OK欸 但是...他是對戰後 是有點小小的可惜啊 咳咳... 我記得凌格是對戰之前 可以施加... 那個... 降低人的那個法方 好 再來 學... 九天玄圓絕 主動使用的時候 恢復單個角色氣血 OK 他可以充當這個... 幫忙補血的角色 而且是法功的1.5倍 那可以去上一個... 而且又可以去上一個Debuff 好 再來是法力... 的狀態 有一層法力的狀態的時候呢 可以額外多去上一個Debuff 哦... 每擁有一層喔 也就是說你兩層法力應該可以多額外去上兩個 那... 學學施放前... 施放之前呢 目標氣血... 百分比低於50% 則... 以行動結束的時候 可以再次行動 呃... 這是另類的再行動的概念啊 不過還有一個條件就是... 目標氣血... 目標氣血百分比... 目標氣血百分比... 低於50% 今天蛇頭一直打擊 不過... 也就是說放這一招的時候呢 如果敵... 我們的... 友方打敵的人被反擊到50%以下之後呢 趕快喔... 再用這個... 白素貞的這個... 九天玄圓絕 就可以讓他再行動 哦...這個... 一定可以放入隊伍裡面的啦 剛好我自己也缺雷屬性的角色 但這個很... 很好耶 而且還是... 參加限時活動都送了 所以大家齁... 如果齁... 大家... 已經... 暫時沒有完聽聽解鎖的人齁 看到這個消息 你還不趕快回來 回來啊各位吧 回來啊 回來啊 好... 就會學吸靈齁... 主動使用的時候 恢復自身50%的氣血 那他可以直接獲得三層的法力 並且獲得... 疾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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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某一些關卡他會一直放很多機關 那剛好小心這招就可以把他排掉 好 寫 OK 然後這招施放完之後 可以匯豐自稱菱形三格範圍內的友方的氣血 就是又可以打人 遺囑地形又可以恢復氣血 那戰鬥開始的時候那個友方存在的角色 有輕的時候 就是小輕啦 則本絕血可以替換成移傷倒海 OK 就換另外一招了 那移傷倒海是造成所有敵人0.6倍的傷害 並擊退目標2格 而且一樣可以清除範圍內的地形跟機關 一樣可以恢復氣血 嗯 也就是說你要發揮 發揮這個排山倒海的這個技能的部分的時候呢 完整技能啊 你就要帶小輕 那攻擊就是變0.6倍 然後擊退 然後並清除地形 機關 然後恢復氣血這樣 還蠻好的欸 好 那 絕血組合的部分就先參考就好了 那火焰石的部分就要術師跟蛛魔火啦 OK 那他這個限時活動呢 嗯 沒有特別講 不過應該跟李逍遙跟逆才城是應該相同的類似的 那我覺得這次給的蠻好的 所以我相信 呃 其他兩個角色應該是給的蠻好的吧 那個技能的部分 好啦 那喜歡這次的國風企劃呢 那有什麼想法歡迎在底下跟大師留言討論 那喜歡我的頻道 請按一下訂閱鈕跟鈴鐺 就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Twitch BB還有幾次個喔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 白數真的技能介紹的影片 那我們來期待一下 12月 12月幾號 好像是20 12月21號 那蠻快的 這兩個一半 好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好 大家晚安 拜拜